近日周董周杰伦推出应景新歌《圣诞星》,短短几天YouTube点击超过485万次,在圣诞节庆吻做发烧影片第一名,与此同时他也带着老婆昆凌,还有小孩们一起飞往欧洲度假,笑称,带小朋友来找圣诞老公公咯,顺便可以问他有没听过圣诞星,而宽敦的小孩们一起飞往欧洲度假。 昆凌也在IG分享旅游新的开心表示,圣诞世纪的节日氛围太浓厚了,第一次和大家一起等待飞天圣诞老人,虽然我们都知道坐在马车上的圣诞老人不会真的飞天,也不会钻进烟筒给我们送礼物,但是追逐童话的过程,可以让我们遇见童真的自己,那是无比珍贵的一颗糖就能高兴一天的小时候,此外他也大方贴出圣诞老公公飞上天的影片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, 让不少网友看到后线木直呼好梦幻。